我們民進黨都台獨仔 民進黨都台獨仔 不是啦 你幹嘛偷其他人下水 不是啦 因為我椅子離旁邊圓圓 我要這樣講 小玉姐剛才講沒錯 現在有分幾組 一組叫苦笑組 邱國正部長講 我們做的苦笑組 新北市議員也是民進黨發言人 苦笑組 但我先幫邱國正講一下 邱國正今天有修正說法 他用了四個字來解讀 至少還有一個說法 叫做沒有啦 料敵從寬 好啦 這樣我可以接受 料敵從寬 怎麼可以 瀕臨動武 今天改成料敵從寬了 有修啦 有修啦 料敵從寬 料敵從寬就是 當一個國防部長 那我們認為說 中國隨時可能會動武的情形 那我料敵從寬 大家可不可以接受 我是覺得還沒有到 那麼可以接受了 但是他有想要緩和這個狀態 好 看得出來有這態度 但是說實話 國防部長講這個事情 是東見觀瞻 我後來試著去看他的原意跟全文 其實是有脈絡跟背景 就是說 今天關鍵的一個點是 國防部有什麼事實 我們中華民國國防部 有什麼事實改變 你看看網易的講法 對岸的講法是沒有任何改變 他們這兩會完講的話 這跟倒帶去年 前年 大前年 不都一樣嗎 一中原則 然後時間問題 誰要搞台獨 Info 資本 中國是repeat 中國想要併吞台灣 沒有一天改變 中國增加軍武沒有一天改變 中國破壞台海軍事沒有一天改變 可是我們有什麼變的 我後來去看了 確實有一個核心的點是 我國防部 因為現在邱國正部長 對於所謂的第一級的定義 已經跟以前不一樣 對 所以我覺得這要講清楚 這要負責任跟大家講 關鍵不是在於是 尿敵從寬 還是好像對岸有可能打我們 而是我們現在對於中國 對我們的文攻武嚇 甚至說處處的進逼 我們四十面的改變 就是我們第一級的條件改變 以前的狀況是什麼 以前是槍 砲 飛彈 簡單來講就是 我們不當開第一槍的那個人 以往的狀況是 我們的交戰守則 國防部是 如果今天對岸假設 軍艦 或者是他們的海警 或者是他們任何的兵器 先開槍 那我們當然要反擊 但是如果沒有開槍 以前沒事 可是這幾年來發生什麼狀況 灰色地帶 老習的方式變多了 就是說他們在代表這次 驚嚇的這個爭議事件 就是在盡限制水域 然後船就開過來 然後這個船又是漁船 有一些不是漁船 有一些是漁船 又是三無船波 那居不居 明不明 然後也不是合法的船隻 這算不算是合法的一個進來 我們的水域 還有那個間諜氣球 還有問到說間諜氣球飄過來 這算不算 這都算嘛 所以現在就是灰色地帶 簡單來講就是 出頭很多啦 怪招很多啦 那現在怎麼定義 邱國正今天是定義的 就是說 只要是航空器材 或海航的實體 就是 簡單來講 天上飛的 海上跑的 會跑的啦 實體 實體的 只要逾越了規範 所以規範就是我們一定會有一個 內部的一個規定嘛 可能比方說 你真的超越了中線多少 然後你真的到了我們的近海多少 那超越了這個界線 那我們就當成他已經發生第一級了 我們就要反擊 那這個老實講 整個國家的角度是對的 因為 其實是海巡跟國防部 這都一體嘛 一個是我們的領海 是我們海警 然後一個是我們的國軍 今天他到了我們的近限制水域 我們海巡該不該執法 當然該執法啊 可是如果以往我們假設說 國國防是一體的 無論軍警都算一體 跟海巡都算一體的話 以往中後會覺得 那這樣子算不算他第一級 他沒有開槍啊 那我們可不可以強行的 然後跟他有一些動作 或者是不管是你所謂的衝突也好 或指靶也好 我覺得這個社會會有攻斷 所以邱國正當然我認為他前面 就講到說什麼 瓶瓶啊 動武的狀況 這個真的有一點會讓人民太驚恐 可是如果回到事實面本身 我們現在對於中國灰色地帶 對我們的老習 我們要有因應 我覺得這是對的 我覺得要把話講清楚 但是我想要跟冠廷來討論 就是說 中國一天到晚在這個 台獨上面跟我們做文章 我其實是想說 他們要不要先救救他們的經濟 是 對啊你看 經濟日報也報導了 中國公佈2023年經濟成長率5.2% 但是專家說這個有異常 我覺得異常齁 就是意思就是說碰轟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數字 明顯高估了他們的經濟 很多專家認為中國實際的經濟成長率 可能只有1.5% 昨天不是說這個 賈樂福 對 雪崩式的導電潮 應該這樣講 中國的經濟過去這一年來 我們看到2023年 中國相關經濟的新聞 有什麼正面新聞嗎 國際的新聞沒有啊 外資撤出 然後零售倒閉 然後甚至他們本來很多網購經濟 電商經濟 也沒有想像中的好 就是他支持國家經濟的火車頭 看不到 結果今天很驚人的是 他們公佈了2023年經濟成長說 去年有5.2% 5.2%很驚人耶 我們以台灣去年經濟不算不好 也才1.多% 5.多%是什麼狀況 5.多%是什麼狀況 是超級起飛的狀況 所以現在很多人在算 各種的估算法 剛剛主持人有提到 有人估1.5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去看那個芬蘭 對他的估算 有人說是1.3 有各種不同的算法 越修越低 有各種不同的算法 但是關鍵是很異常 就是說中國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 然後呢 包含說在兩會之後 然後不讓主導經濟的國家的總理 來講話 對記者會互動 然後呢 經濟又要刻意的碰轟網上電 認為國內應該是出了一些狀況 對照啦 我覺得談談中國 對照台灣 等一下台積健專家委員會補充他 投資台積健的心得 但我講整體 今天台股 我跟大家報告一個 秘辛啦 就是說 其實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很多經濟學者專家 尤其是我們 很多權威級的教授 都有預測說 未來一個月內 台股有可能會破2萬點 結果今天早上就破了 對 本來就講未來一個月內 就過去幾個禮拜都講 未來一個月內會破 結果今天早上就破了嘛 然後呢 外資匯進來台灣的淨匯路的金額 也達到了一個史上的一個新高 過去四個月的時間 你從11月開始算 到現在 匯進來國外匯進來的錢 淨匯路已經超過台幣8900億 美金是2804億 所以我要打理一個人 這個人叫柯文哲 柯文哲選前講什麼 來我們看一下 在選舉的時候 他說如果賴清德當選 台灣經濟會垮台 而且外資會全部跑光 當時是講到什麼情形 他說那個選舉啊 選完之後啊 戰爭風險會提高 經濟一定會變差 觀眾朋友聽清楚 從今天開始 柯文哲跟你講一定怎樣 就一定不是怎樣 反著聽 反著聽啊 反指標 一定耶 我們有時候在講 剛才大家在譴責邱國正 邱國正也沒有說一定會打 他說有機會嘛 有可能嘛 不要再幫他講話 柯文哲 幫他講一下兩句就好 柯文哲一定會變差 一定會變差 外資跑光光 結果呢 柯文哲有一個預測隊 他說要等1月之後 政局明朗 外資才會重新回來 他的眼下只是想說 如果投給柯文哲 柯文哲當選 那外資就會進來 你看台股嘛 台股憑什麼到2萬點 台積電憑什麼到 今天聽說到770嘛 790 790 總之就是 達到一個史上最高的狀態嘛 那 你柯文哲不就 之前胡說八道嗎 證明其實大家對於台灣的 狀況是看好的 然後認為說兩岸 他講的這種風險的狀況 其實對於外資來說 還是願意把錢放在台灣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安琦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 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